假的就要放下了 假的不但带不去 他会找麻烦了 麻烦是什么呢 麻烦是给你带来的夜暴 你善行善行 你伸三善道 卧念卧行 你就伸三卧道 麻烦在这里 所以真正修行人 念佛人 一行一役求生净土 求生净土为什么 是为了亲近阿弥陀佛 这是世出世间 第一大善知识 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这个修行正果 很困难 成佛 贪货容易 到极乐世界就很容易 老师好吗 阿弥陀佛是老师 环境好 尤其身到极乐世界 寿命跟阿弥陀佛相同 人人都是无量寿 同学好 主上善人 那些善人是什么地位 等救菩萨 射地菩萨 你跟他们做同学 所以夜深 等于是保证你称佛 这地方到哪里去找 除了净土发门之外 找不到 所以这个发门称之为门与大道 那个门是八万四千发门 八万四千发门之外 一个特别的成佛之道 没有缘分遇不到 那就罢了 那不说了 遇到要没有把他抓住 不能在一身成就 那就太可惜了 那你想夜深有把握 真正在一身成就 这看破是非常必要的 这一段经文是叫我们看破 告诉你 这世界不是真的 全是假的 你要是执着他 错了 比如说你想控制他 你想占有他 你就完了 你将来继续不断地搞六道轮回 这一身成就没份了 所以要彻底放下 请不吝点赞您 OK